不用地铁票,不用掏手机,只要伸伸手就能坐地铁 5月21号,地铁大兴机场线开启试点刷掌纹乘车服务 记者在自动售票处看到,不少旅客正在刷掌注册机录入掌纹 开通刷掌乘车功能 一个是比较好奇吧,第二个是觉得可能会方便一点 不用再买票,还比较顺畅不错,待会就去试一试 乘客在使用时,需要找到带有圆环标志的刷掌闸机 将掌心面对圆环内的识别区 完成识别后,圆环变为绿色,闸机将自动打开 整个过程耗时仅几秒钟 首先它是没有戒指的 第二呢,它是我们的生物识别,不用带手机,高效率 第三呢,其实在用户的感知体验里面,它的安全性更高 因为它采用了掌纹加掌机脉 刷掌模式呢,其实也考虑了不同场景的光线的差异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补光的算法 能够帮助用户在这个场景里的顺利能通过 只要用户在取消阶约之后,我们的所有的数据都会清除 这里面其实我们会采用现在比较成熟的安全技术来保障我们用户的隐私和利益 此次掌纹乘车服务在大兴机场线的试点,也是掌纹生物识别技术首次在轨道交通场景的应用 将为各地商与乘客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在硬件上,其实我们是增加了一个咱们这个刷掌的注册机 炸机也相应地进行了一个改造,也是增加了掌门识别的这么一个设备 咱们应该是一个试点不断探索的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也是要去通过实践来找到咱们生物识别的在地铁场景应用的一个优缺点 然后再不断地提升,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